台塑集团今天举办业绩说明记者会 受到油价大幅下跌的影响 今年1到5月的营收 较去年同期减少许多 而针对云林县议会 要求台塑停止烧生煤 台塑回应禁止生煤的规定 最终决定权还是在中央 环保署正在协调 石化龙头台塑集团 今天举办业绩说明记者会 受国际原油价格下跌影响 比起去年同期营业额减少幅度不小 不过台塑化总经理曹明认为 虽然中东产油国不减产 但受到伊朗石油禁运 美国经济也逐渐复苏 供需平衡的机制存在 油价不致会跌得太多 沙古地阿拉伯新建的链 我上40万同一天的 跟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40万同一天的 它的链量逐渐提升了 它的产量就会多钱 但这个时候 Share在新加坡一个厂 21万同一天的 它会定钱 所以在这个大小平衡一下 这个油价就是说 要跌大概也不会跌太多 台塑 台化及台塑石化 今年1到5月的累计合并营收 都在去年同期减少 其中台塑化减少32.3%最多 不过由于5月的国际油价 较4月上涨 加上台塑化 三套长压正六单元 全量运转 平均每日炼制量 比4月增加了12万桶 单月营收较上月成长20% 也拉抬台塑四保整体业绩 而对于环团到六星抗议 要求台塑停止烧生煤 台塑化总经理主动作出回应 他表示云银县政府 进烧生煤和石油胶的规定 属于地方自制条例 最终决定权还是在中央 环保署在最近 它会做一个统一的协调 希望能做一个圆满的结案 那两方面都不满意的时候 也许我的公用部分 我的公用的发电厂 就会降练量 尽管石花业者表示 将严格监测PN2.5 但究竟业者的标准 是否真的能还给居民 能呼吸的干净空气 仍招来环保团体的不满与担忧 新唐爱电视陈惠谋林宇 台湾特报导